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整個政府在幫助這樣子的一個財團 去讓員工每要爭取自己的權利的時候 就被打壓 就被解僱 美麗華工會已經在高爾夫球場 罷工設置罷工糾查線 已經來到第三天 但是資方除了破壞罷工糾查線之外 完全不願意跟工會做任何的協商 美麗華董事長 漸漸工人 破壞罷工 在這邊的一個美麗華的百貨 他們還有一個關係企業 就是美麗華的高爾夫球場 但是這個高爾夫球場 就在今年的年初一月份的時候 勞基法修二綱通過的時候 就針對工會要提出要 增加年終獎金的訴求 不僅一毛都沒有給 而且還惡性解雇了我們十幾位的會員 還有我們的工會的幹部 所以我們今天這麼多美麗華的員工來到這邊 他們都是基層的勞工 但是在這個年關將過的時刻 他們卻沒有辦法好好過一個年 所以說他們今天來到這邊 是希望可以等到我們美麗華集團的 黃世傑董事長出來回應他們的心聲 公司聽說不舉辦尾牙跟年終 所以我們就工會就討論 就是從1月8號發文給公司詢問 結果1月11號就解散我們18位 公司的理由是說要解雇 是要減少人力成本 但是我們要問一個只要賣只要賣出一張求證 就可以賺入800萬的高爾夫球公司 竟然會在意40個員工每個人月薪可能3萬塊 這樣的一個人事成本 我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這個不是打壓工會 這個不是壓榨血和勞工 什麼是壓榨 美麗華球場公司說年年都虧損 像我們場務部有50位員工 那我們前年有籌組工會 然後我們工會成員有40位左右 然後我們工作就是在戶外工作 是在雨林那個維護場地 那我們場務的話工作就是全年只修大年初一 然後進而把我們場務部那個解散我們18位員工 其中有15位是那個工會成員 有三位是非會員 像18位員工就佔我們場務部的三分之一 那15位工會成員就佔我們的工會也是超過三分之一的 那我想請問公司各部門有幾百個員工 為什麼只要解雇我們場務部18位 就能讓公司停止虧損呢 像我個人是連資七年多 那我現在底薪也是三萬不到三萬一 所以我想說人事成本的話 像我們場務全年的人事成本 大概只有八百萬左右 或是不到一千萬 為什麼公司意思說年年虧損好幾千萬 這個資方是一個自律的資方嗎 他有盡到社會責任嗎 他把員工當成免洗塊嗎 所以今天工會逼不得已 才在林口的美麗華球場展開無限期的罷工 在罷工期間 我們的警察沖湯資方的打手 率領他們的保全來衝撞我們 罷工封守線 罷工糾察線 明顯違法我們也請律師來提告 也派一個沒有決定權的孫副總 來跟我們做一些無意義的談判 今天所以我們今天來這裡找我們的董事長 希望我們的董事長 有決定你的董事長 去美麗華球場的門口 來見見我們的勞工 聽聽勞工的聲音 請問一下 你這些球場能夠那麼賺錢 品質那麼高 球場把你維護得那麼好 不就是我們後面這些勞工幫你做的嗎 美麗華董事長 美麗華董事長 見見工人 見見工人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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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見工人 見見工人 嘿嘿嘿 我前進來 我前進來 請問你有什麼這個擋住他們 請問有什麼這個擋住他們 請問有什麼這個擋住他們 我們要找他們 我們員工要找我們董事長 有什麼不對 董事長出來 董事長出來 好 來來 各位整隊一下 整隊一下 好 我們請 我們請 來 董事長人員書明一下 現在是誰要出來 那很不好意思 因為今天這個事件 我們完全跟球場是沒有任何關係 因為球場 請問為什麼有任何關係 因為我們跟他們 對 因為因為體制不一樣 所以我們 你們的總經理是不是黃士傑 而 不是不好意思 喔 那現在總經理是誰 喔 不好意思 就是你先聽我說好嗎 好 請說 好 因為我們跟 垃圾 球場完全都沒有任何關係 因為體制不一樣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去干涉球場這件事情 因為今天這個事件我們也深感 就是覺得很遺憾 真的非常抱歉 我們也希望可以圓滿落幕 但是真的跟我們百貨這邊沒有任何關係 所以希望大家還是不要影響我們的營運 因為這樣也會影響到我們 謝謝課長 我想請問一下 黃士傑先生有沒有你們美麗華百貨的股份 不好意思 我就不再對這個回答了 這個很明顯 我們知道黃士傑他是美麗華百貨的董事 而且也兼任總經理 我不知道最新的狀況怎麼樣 但是兼任股份這件事情是不是對的 那是因為我們體制完全真的不一樣 謝謝課長 我們希望說既然美麗華百貨 他也有跟美麗華開發 他的相關股份也有關聯性 甚至是家族企業很明顯相關的情況之下 到底美麗華百貨 能不能有人出來去協調這件事情 我真的覺得很抱歉 因為我們真的體制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們這邊沒有辦法有任何的代表 我們只能聲明 我們只能聲明說我們跟他們沒有關係 那我們也覺得很遺憾 你們怎麼擋住總共的通道 你怎麼不讓工人見他們的老闆 總市長黃士傑 總市長黃士傑 請問到底現在是誰在指揮 是美麗華的哪一個層級的地方公司代表在指揮 請問為什麼這些碰人 你幹嘛碰我 你幹嘛碰我 你說幹嘛碰我 我們剛剛繞了這個美麗華百貨 整整一整圈 請問有哪一個門是真的可以讓工人到裡面去 有沒有 沒有 美麗華公司就是這樣一個建築在勞工的血汗之上的一個企業 我們希望現場所有的消費的客戶都要看到 我們希望在現場的不管媒體朋友 還有我們的市民朋友 我們大家都是勞動者 我們大家都是在民進黨執政之下 受到他的過勞三法修二的影響 他們就是過勞三法修二之後第一批受害的勞工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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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